53.香港經濟日報 專訪 廣交所 下月向勸箱發冷靜期資料 2015年7月27日金融要問A11顏線麥德銘港股冷靜期機制以明年中推出 廣交所00388環球市場 副主管李國強接受專訪時稱 將於下月向勸箱發出技術調整資料 審慎喜見 今次給市場預留一年時間準備 近期A股大幅波動 互心數百隻股粉觸發漲跌停機制 市場流動性受壓 引發質疑聲音 廣交所月初決定引入的市場波動調節機制volatility control mechanism 簡稱VCM 媒體多稱為冷靜期 受到牽連 李國強稱VCM 源自2011年國際證監會IOSQ發出的指引 用這三個英文字 就是派人們誤會者就等於將跌停或是斷容器 無奈似乎未能如願 李國強 聽市場聲音設計輕手其實我有些廢解 市場會將這件事認為是國內的情況 我們不會那麼的 去年年中已經知道中國今時今日會發生怎樣的情況 單從數據來看 2015年初至今上海交易所每日平均約150隻股票觸發漲跌停機制 而深圳因設有創業版 股價較波動 平均每日約280隻股票漲跌停 據港交所回數測試 年初至今 無論是4月單日上漲如千點的大升市 亦或是7月大錯如千點的市況下 沒有港股的交易觸發過V.C.M. 市場都是公平 有秩序的升跌 沒有觸發也不見得奇怪 李國強稱 香港V.C.M.主要參考歐美及新加坡的經驗 旨在防止程式交易出賽引發系統性風險 發生火燒連環旋的閃崩事件 不是根誰輸誰贏擔心系統風險 香港傳統都市尊重市場價格發現 在設計V.C.M.時傾向Light Touch 輕手點 最重要是保護絕心臟 以適用範圍為例 有比A.股全市場適用漲跌停機制 李國強稱 初期V.C.M.只適用於港股81隻癡及國子成份股 因這些股份每日成交中程式交易佔比已超過50% 向前望者一佔比將越來越多 很多程式盤視看著一男子癡成份股 看誰升仙 跌先以套凳 或者視看勢頭 要想就先走一步 要落就走快一點點 一個程式出錯 另外一個程式盤看著市場價 盲目追逐就可能影響大市 出現系統性風險 他強調 不是根誰輸 怕誰贏 而是擔心一個無理性 與價格發現無關的電腦程式交易引發雪球效應 證監提勸商小心出事不會放過同時 因應業界建議 港交所將V.C.M.觸發次數縮減為每個交易時段一次 且V.C.M.不適用於上午 下午開市前15分鐘 及收市前15分鐘 以避免坐隔夜盤風險 業界主流意見是贊成引入V.C.M.有些建議是輕手點 我們也從善如流 最近市場出現一點聲音 我相信不是主流業界的聲音 至於監管神面 李國強稱 證監會肯支持引入V.C.M. 且日前已發出指引要求勸商小心電子買賣 勸商有責任許看自己的程式交易 出事會有兩個情況 第一是輸錢 第二是證監會和我們一定不會放過他 再加接手 再加 hiding 感谢观看